大家好, 今天我又再介紹一些單式的玩具 今天我們有兩個不同的系列 一個是超人系列, 一個是環山江輝系列 我們先看看超人系列 這隻應該是阿香 因為它有兩條箱子 它整個都是金色的 也是軟的 看後面寫著 超人的那間製作公司 這隻就是China 後期就沒辦法了, 很多都是China 製作的 這隻, 接著就有同一款的, 另一款顏色 這也是阿香 材質呢, 這隻比較硬 這隻比較軟 就更像一些像拆紙膠那樣的質地 這兩個就是這樣的樣子 寫著1971年, 接著就 超人的那間製作公司 在這裏寫著 這裏寫著 好 接著就 這隻也是阿香來的 這裏寫著 銀色 這裏寫著 這裏寫著 軟身的擦紙膠型的質料 軟身擦紙膠型的質料 這裏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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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分別都不同 阿香左手邊 就是有兩條箱子 吉田 只是一條箱子 這裏寫著 這裏寫著 藍藍色 和 金屬色 可否說是金屬色呢? 對 這裏寫著 這裏寫著 後裏寫著 後裏寫著 那間 就在公司 這裏寫著 那麼 那裏寫著 很細緻 看見 因為吉田 是早期的 那是1966年的 而香是厚於吉田 所以這裏寫著都是1971 它是跟著播放時間的年份引上去 這方面都很仔細 這兩個就是七星盒 左邊這個就是 它又不是銅色 它是純藍色 它後面寫著1967年 即是後國吉田 這是準確的年份 真正的播放時間是1967年 對 在背部可以看到它的播放年份 而右手邊這就是類似螢光色的圖裝 這裏寫著1967年 這裏寫著1967年 這裏寫著一些刷子膠質地 接著再說兩隻 這裏是King Joe 就是7星盒 是7星盒的縮敵 這裏寫著1967年 這裏寫著1967年 這裏寫著是1967年 這裏寫著是藍色 擦字膠的質地 接著是巴魯坦 這個就是紅色的 看看有沒有寫電粉 這裏有寫著的,1966年的 有兩個大鉗 是它的特徵 超人系列說完了 接著是這四隻 玩生光輝的鐵人28 這個就是鐵甲人 施生人面杖 即是 這一個 的死敵 即是這個 是它的死敵 看看這隻 施生人面象 頭部 寫著 環山光輝 這個 沒有寫 播映年份 只寫著製造年份 我看到的 好像是2002 對 這就是插手指做環的工具 這樣 這樣 這就是 質地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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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就是 鐵甲人 是鐵甲人的死敵 不知是鐵甲人的死敵 是鐵甲人的死敵 都是環山光輝的 這個姿勢 就是 出拳的姿勢 寫著 2003年出產 就是鐵甲人的 反而 這些 雕客 沒有這麼精細 相比之下 超人的 膠工仔 每一個細節都 呈現出來 但這些 反而 有些 粗略 這就是 TN28 TN28 初代的鐵甲人 TN28 招牌的 新懶腰姿勢 對 這就是 正在飛行形態 有兩個噴射器 是 2003年出產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TN28 這就是 大鐵牛 大鐵牛 T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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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介紹到這裏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請按讚和訂閱我 下次再介紹其他玩具給大家 拜拜